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个,我看看啊 大家好,这里是Plan道的中文频道 但是今天的那个关号都没有办法开了 所以想用我自己的账号开 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 这个AI加上去中性化存储这个赛道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催化出这个数字永生 以及数字永生是不是可以作为RV5新叙事的一个探索 那如果你看过这个流浪地球2的话 应该知道里面有一个数字生命计划 就是说你这个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这个 你可以存储的数据都存在一个地方的话 然后把这些数据赋予给一个AI 然后这个AI就有了你所有的想法 那它就可以 就相当于你的灵魂就赋予了这个AI嘛 那它可以存在永生 所以这个就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就实现了数字的永生 然后 然后最近呢也是这个 AI加上这个web3的这个 这个这两个大的赛道 进行一次融合的探索吧 就是之前三月份这个ChattlGPT 这么火爆 然后现在就会有很多web3里的项目 我们就希望跟AI有一些融合 包括一些这个AI加持的NFT啊 基础设施啊 DeFi游戏啊 还有一些安全解决方案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看看在 Rweb上是不是可以跟AI做一些结合 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思路 那我们昨天的话是和Alan 讨论一下这个主题 所以这个Alan他有一个 两年前就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然后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讲一讲 他是如何产生这样的想法的 以及我们目前能做什么 以及我们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这个愿景 Alan可以开麦吗 好的好的 然后然后我看熊总Sandy 还有大家都在吗 然后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想法 然后大家一块讨论聊聊提提意见 然后然后这个想法实际上很早就有 就有就有应该是21年2月份 然后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当时这个想法没有办法提 因为提出来尤其是跟别人讲 就会很羞耻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这个东西之前讲会有点扯 但是现在时机会比较成熟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像那个英居黑镜 包括今年春节党的流浪地球2 也讲到数字生命计划 然后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桥段就是刘德华 他的女儿 然后好像是出车祸了吧 然后他就把他女儿生前的记忆数据 存到了那个U盘里面 后面因为有了550A一直到550W 他就把那个U盘插到了550W上面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AI 这个AI就是他的女儿 拥有他女儿的全部的记忆 并且可以正常对话 生命不止两分钟的那种 然后这是第一个点 就这个点是普及到了大众 让大家知道了这么一回事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因为 Chad GPT OpenAI这一波的爆发 让大家发现了AI原来没有那么的智障 而是说未来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向 未来的AI可能能力很强 然后包括我之前公司 就创业团队的那个首席科学家蔡博 他是广东省工业大学的博导 然后他主要本身也都是做AI方向的 他们最近也在也发了一个 类似于Chad GPT的一个产品 但是没有那么强 就因为数据库的问题 但是可以已经可以当一个私人助手了 这一部分里边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公用数据库 第二部分是私人数据库 也就是说公用数据库可能 公用数据库可能可以用网络上的全部数据 但私人的数据库可以用一些 你自己倒进去的一部分数据 来训练这个AI 虽然现在可能AI还比较蠢 但是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但是我想讲的重点不是在于AI上 而是在于数字生命计划 或者数字永生这个东西 已经到了可以做的阶段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 电影里边的某一个桥段 为什么呢 就是我接下来就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两年来整理出来的一个思路 就具体这个事怎么做 市场有多大 然后规模怎么做 然后一二三阶段怎么走 国内国外怎么分开等等的 一系列的东西的构思 然后这个产品的形态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产品 然后我大概分三个阶段讲吧 就1.0 2.0 3.0阶段 然后这个创业项目 具体是怎么做 首先这个故事的叙事 就是五分钟就能讲明白 它就是一个数字生命计划 数字生命计划的原点是在哪 就是每个人 就我们大家不一样的点 是因为我们从小的经历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区别 在抛去肉体的情况下 我们的区别 我们的灵魂的区别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AI 它有了我们的全部的记忆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 全部的经历的情况下 同时它也有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部分可能就是计算 这就AI这块 当一个NPC有了我们的全部记忆 和我们的思维方式 那我们就相当于实现了数字永生 就是哪怕我们 哪怕我人不在了 但是未来可能在虚拟世界 在某个元宇宙 有一个NPC 他还记着我 他有我的全部的记忆 哪怕我不知道他 但是他知道我 所以说最终能实现的目标 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这就大概就讲明白了 最终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具体把这个宏大的愿景 怎么给实现下来 怎么实现到数字永生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做 是这样的 就第一步我们会做一个类似于网盘一样的产品 就像Permadoo现在3D也在嘛 做的类似于微微网盘的一个产品 但是这个网盘是一个可能是2C的产品 针对于普通用户的 但这个不是重点 就是重点我们会推出一个数字生命计划 或者数字永生计划 这个计划就很简单 我们会跟一些用户合作 我举个 因为我从大概从市场的角度 讲一下怎么做 就是我们会找一些用户 这些用户可能是 前期是一些高净值的用户 他会来付费存储 因为我今天跟银科律所的一个律师在聊这个事 尤其是豪规 就如果做这个方形怎么做 我跟他聊了 他给我聊了一个重点 就是像他们家里边就有一个类似于华为的私有云 他们家庭的照片可能就在这个私有云上存着 然后一年都有好几百个G 然后如果再过了多少年了以后 可能每个人的数据都有一两个T的数据 甚至是更多 可能就我们每个家庭也都有一个家用的相册等等的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数字东西量是很大的 那我们可能会开启一个VIP计划 就是数字生命计划 一些高净值的用户 我们会给他配客服 可能是一对一的客服或一对多的客服 然后让他把它认为珍贵的值得存储的数据 然后通过我们的产品 然后永存在RV网络上 我们的1.0阶段就帮用户实现永久存储 最少保证用户存200年以上 这是1.0阶段 接下来我们就开拓很多这样的用户 用户来付费存储 然后2.0阶段 我们会如果我们有了100万的用户的情况下 那可能这100万个用户就变成了去中心化的DID 也就是说变成了流量的入口 那未来可能有中心化的元宇宙 然后去中心化的元宇宙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DID 去中心化的身份 来登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平台 因为你的账号体系里面是有大量的你的经历 你的历史数据在的 可能2.0阶段就变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身份象征 到了3.0阶段 就是我有了大量的数据 我可能就会和Chat GPT5678 甚至是一些其他的AI进行结合 如果真的我快要去世了 我可能就会选择某一个AI 让它继承我的全部的记忆 然后在某个元宇宙里边永生 甚至是我的一些虚拟资产 比特币等等的 我也可以继承给这个AI 然后3.0阶段就大概是实现 这么个数字永生 然后规划的阶段就是这个1.0 2.0 3.0的阶段 然后公司盈利市场方面 然后也会有很多个点 然后我后边再讲 主要就看看大家有啥问题 尤其听听熊总有啥意见建议 或者有啥问题 然后3.0 还有一些其他的听众 大家有没有发言的 那我简单说两句 我感觉这个实际挺好的 就是正好说现在AI的热点 然后把这个AI热点加上数字永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能对于未来人员是一个可行方案 不过主要的问题还是当前这个叙事 对于普通用户 他要去存他的照片 当然可以去挖掘这个点 但是像AR-5我们都知道 其实AR-5目前的用户量也非常少 我们在观察 他们本身就是为那个用户做 用户做那个照片上去存储 但实际上他那个存储能量也就 一个周也就40多个用户 因为我们在观察他 能够在我代币的情况 然后我们都能把这个用户特长开来 然后把这个永或者数字永生的故事 讲出去这个可能是 就市场其实是一个难点 如果说市场这边做的好 这个项目甚至只要有用户的存储 那又通耳压申请 其实本身就是可以收费的一个项目 就是比如说用户可能存的压 本身只需要那个七八美金一级币 那其实在这中间 其实收钱手续费 本身就是也非常易严的项目 那就是说这个市场上怎么包装怎么从 还有一段是那个产品测 就产品是谁能提供那个 比如说是像微微网盘 甚至比微网盘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微微网盘 A压载五的问题呢就不说了 那个存抑都非常慢 微网盘能解决那个上传速度快 但是呢其实加载那个所以还是比较慢 那这些都是需要那个后端 还有产品上更多的支持 对所以就两个点 一个是那个市场怎么去做 怎么能让用户去存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那个 用产品上的体验 然后产品体验还停留在那个web3这个级别 我相信还是很难透明乎的 然后熊总这个问题正好就问到了 我最擅长的点 就是为什么规划了这么久的点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机到了 第二个点就是市场这个点怎么做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因为在的人也不太多嘛 然后我就讲一下市场这个点怎么做 还有主要的盈利这块 市场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做市场的 尤其是现在类似于所有的保险类产品 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 意外医疗疾病等等的保险 我们的核心的保险产品的点是在哪 我们的保险产品就是 我掏了一百万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挂了 他可能赔我三百万五百万 但是我赔了三百万五百万这个钱 也是给了我的子女 我自己是什么都得不到 也就是这个保险对我的保障 是没有一个保障 或者保障不到我身上 所以说我会把这个产品 变成一个类似于保险产品 而且前期会推一些高净值的用户 那市场怎么做呢 我就和那么多的保险经纪 和保险公司合作 甚至是一些券商类的公司 或者科技类的公司合作 来推出这么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一个 针对于高净值用户的VIP产品 就是我说的一个点就是 我可能会有一对一的客服 甚至是一对多的客服 同时他用户真的存了 一部分的数据了以后 他可能是我的001号客户 也可能是我的前一百个 限定的客户 或者前一千的客户 然后当他存了一定的数据以后 我也会给他发一个 NFT的身份象征 他就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客户 然后市场方向 我就通过保险团队来做 那我对比于其他的保险产品 我有什么好处 就第一个 你放到我这的数据 我能帮你永久存储 最少保存200年 哪怕如果有一天你去世了 但是你的孩子 你的曾孙 你的曾曾曾曾孙 都能在这看到你的 听到你的声音 听到声音 看到样子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都能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只买了一个 保险产品的情况下 人去世了 就真的去世了 你就什么也都没有了 就是那句话 一个人真正去世的点 是在哪 就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还记得你的时候 那你就是真的去世了 但是这个产品 就能让所有的人 永远记得大家 记得这个点 所以说我的 从市场的角度来 来做的情况下 情况下我会用 类似于保险一样的 销售的团队 来推这个产品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是我不会给客户 许诺收益 但是有可能客户 买了我这个产品以后 客户未来会赚钱 会盈利 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点 我会把国内和国外 给分开的 国内的用户 是不会牵扯到任何币的 只会人民币结算 然后国外的用户 然后可能我未来 就是完全的去中心化 也会发一个token 在就针对于国外的用户 然后国内的用户 可能就查IP等等的 就不牵扯到任何的币 我只是给客户提供了 一个去中心化的 存储的增值服务 然后用户付了人民币以后 我一部分钱给用户 做了永久存储 另外一部分钱 我的公司是一定会买 存储服务器的 我买了存储服务器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跑RV的网络 它本身也是有一个收益 所以说 我这个公司 任何的一个传统的公司 包括新能源汽车的公司 它的盈利的点 资本套现的点 可能也是在美股上市等等 所以说我公司的盈利的点 第一个是未来海外部分 是会发币 这部分是盈利 第二部分 就是我公司本身 也会跑RV的网络 也就是说 我的硬件部分 本身也会盈利 这是我公司的第二块盈利 第三块盈利 那就是客户的增值服务 所以说 我的公司是不会存在 不赚钱 或者赔钱的状态 或者消耗的状态 但同样的 我想说 那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给客户提供了 200年的永久存储的 服务了以后 未来我有可能 还会给我的客户发钱 发钱的来源就是什么 第一个 如果我有了100万的用户 我就是一个 区中应望的 流量入口 就是DID 那未来 只要用户愿意 把他的数据 接给其他的APP 接给其他的元宇宙 那别人调用我的流量入口 他就需要给用户付费的 用户本身是能盈利的 第二部分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公司的盈利部分 我也会拿出来钱 来给客户 客户是没有任何弊的感受的 但是他如果 真的是我的VIP用户 他前期 他也不在乎这点钱 他投了100万 投了50万等等的 那未来 他有可能还能拿到 我公司 或者他本身的盈利 就是说客户 是从两点来的 第一点 我们帮他永久 存储了他珍贵的记忆 然后第二点 2.0阶段 他就变成了 区中印画的DID 3.0阶段 就是用户可以自己选择 某一个好的AI 然后他可以把他的数据 接入一个AI 他甚至也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 这都是用户的选择 我可能未来是一个很开放的平台 我重点是做的是数据 我可能会跟10个甚至100个AI公司合作 甚至我自己也会做AI 但是随着200年的时间的技术发展 AI的技术也会快速的发展 可能就会有很好用的AI出现 诞生来继承着这些数据资产 最终这个产品也有点像SBT 灵魂绑定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从市场角度来讲 就是我会类似于一个保险 公司团队的打法 来做这个市场 而且是主作高净值的用户 然后用户呢 可能也是偿闲 也不在乎这点钱 第二点就这个产品未来 我也告诉了大家的盈利点 未来客户 付费的客户 不仅能存数据 未来客户有可能还能赚到钱 这是客户选择我的原因 那同样的还牵扯到刚才一个点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一定是需要教育市场的 一点一点来的 因为是个全新的东西嘛 第二个点 我肯定也有一个 类似于微微网盘的一个基础的产品 就是如果我不能只做有钱人的世界 我也会有一个基础的微微网盘一样的功能的产品 任何人都可以付费 支付一点人民币来存 他认为值得永存的珍贵的东西在 这部分东西 这一部分可能不是我的数字生命计划 VIP服务 但是任何人都有这个机会来存 所以说就是2C的市场大概是这么做 市场这块不知道讲明了 熊总你第二个问题是啥 第二个是产品上 产品上这个点 我觉得目前看不是啥 大问题吧 那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情况下 那我也起一个中心化的服务 或者中心化的网关 然后来支撑我本身的业务 给客户做加载 但是好处就是 哪怕我这家公司倒闭了 用户也能拿回自己的数据 但是我可能国内部分 会稍微中心化一点 就是用户拿手机号注册 注册完了以后 我给他稍微诸记词 他就自己把注册词保存好 然后他就可以拿我的手机号 随时登录我的产品 但是如果有一天 哪怕我公司倒闭的 但是12位注册词在客户的手里 客户也可以从任何地方 找回他的东西 产品这块 我说的不是产品上的可实践性 而是产品随去做 然后怎么做 就是说要有对应的产品经理 要对应的开发 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 就是理论上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苹果来 但是呢 其实做一个苹果呢 或者是小米吧 或者说是你在退员部 你可以说我做垂直手机 这些都是需要那个产品去弄的 所以呢产品这个东西落地 然后不是不是一个口头上让咱们可以做怎么样 比如说是微网盘 理论上它是可以做垂直手机的 但是呢 其他很多工作都没有做 也需要投资员投能力进去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微网盘 只是一个网盘的这个功能 还没有拓展到 另外说永存 还有你后边涉及到的那些 那些什么你的服务器啊 机器啊等等 还有那些分认啊之类的 所以呢 其实它在第一步 首先就一个微网盘 因为身体微网盘是开源的嘛 身体好像没有在 在speaker的行列 对 就是说是产品上 接下来年最基本的一个 一个微网盘的那个检索这一块 其实都都做的那个 还比较那个差一些 对那这种东西怎么 谁能保证它 然后能做好的 那产品上是做 说真的是一个可用程度 对 你说的这个点很重要 就是我现在这个想法 虽然两年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重点 现在有什么 现在其他的东西 我还都不敢说 但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项目 如果只是个赚钱的项目 我肯定不会做 我可能干点其他任何东西 我都会赚钱 这个想法 可能是我的一个理想 或者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很牛逼 很伟大 然后我构思了这么久 所以说我才想做 为什么 就是我是拿我这个推特账号登录的 我这个推特账号 实际上就有推文 21年就发过的 就是类似的想法 我已经发过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 看一下我这个推特 21年 我觉得2月份 我应该就发过了 就是这个事很牛逼 然后可能每个人未来都有 都有这个需求 市场很大 这个事也很大 这还是受塞意启花了 就是要做就做牛逼的事 很大的事 因为做任何事情 付出的精力是一样的 那现在这个想法 到底有什么 目前什么都没有 就包括像熊总说的产品这块等等 什么都没有 但是唯一有的就是我这么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点是我愿意当法人 来注册 甚至是在国内注册一家公司来做来当法人 因为在我们这行就赚钱很容易 但是可能可能就是就是做不起来还好 但是一旦做大的风险很大 那可能甚至牵涉到要当法律风险的点 所以说我愿意去当这个法人 如果出了问题 我来背这个锅 然后也能找到我这么个人 所以说就是 目前这个项目 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我这个人在 然后我是一个什么心态 就是工程不必在我 就哪怕像三弟 像任何人想做都可以 就是如果我做不成了 但是我不得到 然后有人看中了这个想法 有人能把这个事情给做成 那也很牛逼 就是这个事只要成了 未来有人能做成 或者我做成了 或者其他人做成 就可以很牛逼 我就很开心心满意足了 所以说就是阻力 就是任何问题会有很多很多 甚至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这么一个人 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可能给一百个人讲 那一百个人里边有 五十个人感兴趣 十个人感兴趣 十个人又给一百个人讲 可能慢慢慢慢 这个事就做成了 包括技术 包括钱 包括资金等等的这个事 慢慢慢慢就做成 所以说产品这个问题 是问题 但是不是对我 我感觉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起码1.0阶段 我是能实现的 就帮用户拥有存储 存储两百年以上 然后随着这 存储的两百年的时间发展 最终实现数字永生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可能一百年以后我不在了 但是有人能把这个事做成 也很牛逼 这是我的一个心态 但是我想说的这么一个心态 就是我觉得那些问题 都不是问题 大家有想聊的 可以开麦聊一下 或者前面没听的也行 对熊总看还有啥问题 我这边没什么问题 对看三家家 有没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申请上卖 对三地啊 三地在不在 三地上下卖 我想听听三地是啥意见 三地可能不在 然后我后面想说了什么 就是 对我是想说什么 对因为我跟人聊过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做 实际上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了 他盈利可能有三块盈利 后期海外部分 一定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海外部分肯定也会发个B 所以说这是 好三地在了 三地了 还是需要有一个 简单的白皮书 然后写出来 然后可能大家才能理解 就是深入的理解到 到底要做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白皮书对 我两年之前的这个 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羞耻 但是现在就敢讲出来了 为什么 真的就是春节这波 流浪地球对大家的教育 还有OpenAI最近的爆发 让大家看到这个方向 相信这个方向 如果两年之前 我讲这个方向的时候 就会很尬 真的很尬 就这么个事 但是这个事应该很大 市场是很大 然后我就接着说 另外一个点 就是实际上做这个东西 如果有很多 大家有好的资源 也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做这个东西 如果有大的资源 可能会做得很快 但是如果资源少的情况下 也是能做成的 就是一点一点做 这个事一定能做成 哪怕你看 这个想法就想了两年 现在做也为师父 可能未来做五十年 这个事还是能做 然后怎么做呢 就是我可能只需要一个 就是前期 就看可能现在 处于一个组团队的阶段 未来可能也需要白皮书 需要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我这个公司是怎么做 这个公司本身是一个 不需要烧钱的公司 因为它是一个正向盈利的 它可能和币圈所有的项目都不一样 币圈的项目可能 或者其他的传统的互联网公司的项目 它需要烧钱 或者业务本身不赚钱 我刚才说的重点三块 第一块海外部分可能会发币 但是海外部分需要好长时间 有大量的用户了 但是国内部分是不牵涉到任何币的 用户只是付费 然后我们给它提供了永久存储服务 然后永久存储服务了以后 客户付的一部分费用 我们会买存储服务器 跑节点 本身也会有盈利 然后这一部分的盈利 可能就能覆盖掉我的工人工资了 我可能只需要一到两个技术 然后CFO等等的 我可能是自己是法人 董事长甚至是兼CEO 如果有更好的人选 他也可以来当CEO 我哪怕只当法人来背锅 都没有问题 然后团队怎么活的 因为如果只要哪怕进来一百万左右 然后我这一百万的硬件存储服务器 它就可以产生价值 它产生的价值就够我给工人开工资 然后我就可以招10个销售 甚至100个市场销售 然后谈一些高净值的客户 只要有高净值的客户愿意付费 我就可以继续管 继续扩大 然后最终实现包括海外部分 和国内用户等等的 所以说最终的点 可能我也不需要 我也是一个正向盈利的项目 这是最难得的点 我觉得这也是想了这么久 可以做的点 然后为啥我跟银科的律师 也聊了一下 就是因为牵扯到这一块 他也说了重点 你只要本身在国内 用户都是前进前出 而且你只是提供了存储服务 在国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包括你的销售端 你只要不牵扯到多层级 那就完全合法合规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海外部分 要是发币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做好隔离 就是尤其是IP地址啊等等的 你要有些手段 把国内用户给隔离掉 然后这部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就大概咨询了这么多 然后想聊的基本上也跟你聊完了 看看你们还有啥要聊的 后面我就会一点一点的推进这个事情 这个产品它主要就是想存人的信息全部存到RV5 然后等到一段时间 比如像像那个马斯克的什么脑机接口 然后实现了之后 然后就从从你的这个产品去拿数据源 然后去那个上链到那个就是脑机接口也好 还是上链到那个数字互联网上面也好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对 就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有个问题啊 你这个 就是到底要存这个人的什么信息啊 对你这个产品 对这个用户 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多的是要 是要定一下你这个产品 产品就是我存的到底是什么信息 而不是说我就存个人信息 或是人的某个信息进去就行了呀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规则 就像你说定义存什么信息 但是我前期肯定会把决定权给用户 因为首先用户付费存的 用户他也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最珍贵 他可能他觉得是家庭的照片 对他最重要 他也有可能觉得是父母的照片 有可能是他某次旅行的经过 甚至他某次试炼的东西 或者是他的日记等等的 可能有一部分是要拿他的私钥加密的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愿意公开的 无所谓 就是说用户他想存什么 存什么 因为这是针对于每一个人的私有数据库 然后后边的情况下 也可以推出来一些就特定的 他要存一些东西 就是像如果跟一些脑机或者跟AI合作 他也需要有几个指标指数等等的 也可以 然后我们会给这些用户进行一个打开 或者给他发一些NFT 就是变成了他的 如果他真的存了1T或者几T的数据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 这个数据量已经很大了 然后后边就是随着这200年的发展 一定可能就脑机接口就起来了 或者是某一个更厉害的AI又出来了 然后他们可能都需要介入我们的服务 因为我们是有这么多的人 真实人的数据 那我感觉 微微存储就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然后只要把产品侧重点到个人的 比如他的记忆啊 就是比如什么你美好的记忆 或者是你不好的记忆 对吧 你自己写下来 写成文字或者图片 或者你录制你的音频 然后来存起来 那就行了呀 对对 所以说我刚才我想要说 想让你上来聊一下的点就在这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重点不在于产品本身了 它的重点实际上在于市场和教育 就是重点要真的有100万 甚至1000万的用户 来进来存他认为珍贵的东西 这是一个重点 可能就是80%以上的东西 都在于能让用户真的进来来付费存储 这个是重点 然后产品本身它可能就是可能跟微微网谈很像 但是它要分成两块产品 第一块产品可能就是现有的微微网谈 这一部分是针对于全部的用户的 所有的用户 可能有个用户他没有数字生命计划或者数字永生计划 他也不是VIP 他只是想付一点人民币来存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东西 可能是几块钱或者几十块几百块 他付完费存完了以后他就走了 这是针对于全部用户的 这是第一步 但是还有一步是第二步 第二步是重点 就是我们从微微网谈的高度上升了 上升了一个层次 上升了一个境界 就是我们是做永久存储的 然后永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还有客服给你服务 它是一个 其中它是一个产品 一个增值服务 你也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个类似于保险的服务 然后我会告诉你 大概需要存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哪些数据是我这样需要的 我会给你一些VIP服务 未来可能有一些好用的AI 我也会告诉你 你也可以先来体验一下 然后第二 就1.0阶段是全部都永存了 2.0阶段 我有了这么多用户以后 我就变成了去中英瓦的身份象征 DIT 因为每一个账号里边 都存在了很多它的记忆 它的灵魂在 所以说我可能也会给它发一个NFT 它是我的前一千号员工 前一千号用户 就举个例子 我现在给雷军聊了一下 雷军现在是我的客户之一 然后雷军投了50万到100万 那他可能是我的001号客户 然后他也有一个数字身份象征 他可能就给他朋友圈子的人说 你看我在那哪存了 我存了很多我的珍贵的记忆 或者存了很多我的东西 我是他那001号员工 未来我可能就通过这个数字永存 就实现数字永生了 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去中英化身份DIT 那未来真的过了几十年以后 或者两百年内有很好的AI 或者脑机接口出现了 那可能我这个东西就实现最终的目标 数字永生了 也就是说我的数字生命计划 是为了实现未来的数字永生的 但是我的VVA网谈 只是帮助用户实现永久存储的 它们是两个东西 我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对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产品吧 对 你刚刚讲产品不重要 我反而觉得类似于这样的 这种项目的话 产品更加重要 就是怎么设计出一个 让用户交互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流畅的产品 而不是自己辛辛苦苦的 每一个用户要去做用户教育什么的 就是他进来我们这里 进到你的这个 什么记忆永存 或者是数据永生之内的这个产品 进去的话 他就可以自主的 然后来去 去怎么 比如他说 他打算每天 我每天去记录一段我的话 或者是每天写一个 我每一天的笔记写在这上面 然后这样来一直记一直记 一直记录起来 如果你的产品体验不好的话 那他肯定坚持不了太久的 对 这个是个重点 因为之前还有互联网公司 做类似的家谱 然后还有做那种数字相册等等的 但是他们都是中心化了 因为这么一个东西 就数字生命计划 或数字永生这个东西 只有我们能做 就因为只有区块链能做 因为包括腾讯阿里 想做这个东西 做不了 就正好就是 因为我思考这个点 思考了好久 我最早从做fail calling 它主打的就是让人类数据永存 但是后面发现 确实不大行 然后一直到阿位 我觉得永存的最大的用处 实际上就是在这 数字永生 这才是它的最大最大的价值所在 因为之前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出现了以后 它都一定是解决一个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果只是把之前已经解决过的问题 进行一个升级替代 我觉得可能不是点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永存的价值 数据永存的价值实际上在于数字永生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能做 就是中心化的公司都做不了 第二个你说那个产品好用 也很就很重要 确实很重要 但是前期可能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中心化的产品 然后我们重点只是把数据商店了 然后同时能让用户检索到 但是可能针对于海外的部分 产品就很重要了 因为这个产品一定是个去中心化的产品 针对于海外用户的 那就完全去中心化了 国内那可能中心化的产品 加上你的销售团队低推团队 甚至是砸钱推广 甚至再加上产品好用 可能还能推得起来 但是到海外部分呢 可能产品比重就占了80%以上 我补充一下吧 就是这个产品啊 就是首先第一点是和中心化 丘用户关系不大 然后这个点 这个东西啊 其实之前有提到 可能很多人都有提到 但是它其实和阿卫 我还有这些 可能是最近强击比 然后这些才会成功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这个想法 不管是不是 咱们中国团队还是在哪里做 这个东西肯定在 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有人去找这个方案去发展 甚至有可能 阿卓 他们可能会不会 有些想法去往这儿上发一发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产品 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 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必然的产品 但是呢 这个产品是由每个团队做出来的 这个人还是打个问号 就如果是需要去 要去做东西的话 就得尽快去做 现有的资源 现有能打造的东西 其实得尽快去 去探索 如果说是那个晚 或者说是 没有产品上的这个资金能力 可能很快 那个其他团队也会做这事情 对对对 我觉得熊总说的很重点 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卡点卡赛道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阿卫 在做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是最合适的 然后我想说的点就是 接下来大家感兴趣了 欢迎联系我 大家一块来干这个事 第二个点就是 我希望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 因为这个事很大 就是如果说赚钱的情况下 我就不怎么聊了 就这个东西 最终只要做成了 所有的人一定是赚钱 而且赚大钱的 但是我不想聊钱的事 就是这个事做成了 本身就很牛逼 如果只是赚钱 我可能不怎么会选择这个东西 但是我想说的重点就是 如果大家感兴趣 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欢迎大家一块来做 最好是能全职的 现在在处于组团队的阶段 然后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可以当这个法人 如果出了问题 到时候我来背这个锅 这是起码我能做到的 欢迎大家有资源 有能力等等的人 大家一块来做 然后最好是全职的来做 因为这个事很大 然后东西也很多 兼职的朋友也欢迎 然后能够提供帮助的朋友也欢迎 然后大家一起快速把这个东西给推出来 然后一起把这个事当个很重要的事业来做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反正接下来肯定会去做的 然后我已经确定住了 要不然也不会拉这个会议跟大家聊一下 已经开始找各种各样的人开始谈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的 但是肯定会去做的 也感谢赛伊帮我拉的这个会议 然后看看赛伊对这个项目还是很感兴趣的 有什么要聊的没有 对就是我想说的也 昨天就是也都说了嘛 那我其实比较想问一下这个熊总 就是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市场这一块 就是我是也觉得市场是比较难做的一块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怎么做市场这个想法 就网盘这一块我们也不是做个业务的 其实不是很熟悉 对我们更多是集中在 everpay啊 银行啊或者支付这一块 所以这个领域其实得自己探索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市场是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 其实你们都是可以自己慢慢去摸索探索的 但是现在就是开发和产品上这个东西是一个硬商 就是你和艾伦可能都没有那个产品和研发的经验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那个研发 或者找一个开发或者找一个产品就能做的 你得刚好遇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 确认个靠谱的CTO 是不是 啊什么 我是不是确一个靠谱的CTO 对CTO只是只是说能把那个技术你解决了吧 但是产品的问题还得有产品的那个产品经理 嗯 对这里边领域每一个都是细分的很细的 你需要对每个模块最好是有一些经验 那没有经验的话 那你得能找到靠谱的人有经验的 不然是CTO CTO还还光是CTO还不够 还得有那个对应的那个做产品经理 嗯 产品好好的产品经理 对刚刚才Sandy说的那个 就起码每天记一些话或者哪些瞬间 就让大家也有意识的存一些有用的东西 对这个也需要一个好的产品 所以我当时为啥说了 可能就需要什么一对一的VIP客服 或者一对多的VIP客服 实际上就在这 就是如果线上做的不够好的情况下 就需要线下来补 这个也设施 好多东西都需要做 那这要交给主持人Sandy 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没有 对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基础的想法嘛 所以缺什么都很正常 那我们就今天开这个Space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 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而且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 做什么事情 然后都可以联系Alan 然后其他的就是 因为就我还挺想知道 因为熊董之前也是自己做项目嘛 就也是一个项目的创始人 那你在最开始做这个EverVision的时候 就肯定也遇到了很多这个问题 那你是去怎么找的那些关键人物 然后把这个团队组起来的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先从产品开放做的 其实在20年那个10月份的时候 那个一方面就是 就是比较长了嘛 可能自己稍微自由点 就有时间去自己弄东西 那那种东西呢 从那个10月份开始 到那个1月份2月份 我们都是在那个自己开发产品 然后开发了三个月之后呢 开发下来 然后我本身有一些提点 就是之前也是念文的专门作家 所以呢 那个 我们自己产品出来之后 我们产品直接是producing ready的 就是上来之后呢 直接用就可以用 然后用来那个实感上 但是呢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用户 对 那没有用户呢 但是呢 呃 刚好我也是那个念文的专门作家 之前写过 什么uniswelf啊 再到那个各种compan的啊 defi啊 这些一路写过来 所以呢 就把自己的这个产品 呃 和各种near tool啊 也做了一个near tool 还有那个车链 做了个对比 那这个对比发出去之后 其实VC就会主动来找到我们来 然后找到我们呢 就会聊这几个区别 到底怎么样的 然后他们希望了解 呃 这个方案是不可行 然后一开始VC找到我们呢 也只是想学习一下这方案 那其实聊多了之后呢 呃 我们就索性就就融融融融之之 对融之之后 那其实就开始继续在图乱 这个就是一个很早期起步阶段 就起步阶段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你的deck和你的团队非常优秀 你可以在没有那个产品的情况下 那个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产品 不管是你的那个Sigma 那些做的那个产品内图 应该已经非常完善了 就是你要不要就是deck 磨得非常非常好 那你比较好融资 那像我们其实是从技术里面出发 就是说我是先出了产品 那我再去补那个市场这部分 或者说其他的部分 然后也是比较好融资 如果都是两边路不在 那其实找老家 然后找哪里去 都是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明白明白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是就是你还是要要先有一个 这个起码是demo或者是什么东西 能拿出来给人看的 而不是说只是讲故事 这样就 对所以看一下后面 这个 这个Alan可能要细化一下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我感觉可能需要 特别需要一个白皮书 然后剩下的就找 找一些之前认识的人 大家聊一下 聊一下以后 这个事相对来说还是 对比其他项目还是好做一点 那我有个建议啊 就是一直白皮书 就是有方面 另外一方面 那个微网盘本身就有 就有那个 有个女孩就在做嘛 那个其实这些项目 本身都没有定型 还是探索中 只需要改个品质 或者是换个那个方向 去去做就行了 对 那你一起来开发 那其实就完事了 然后这些开发呀 或者说是一些产品的费用啊 之类的 把它扣扣到 都有一个基础支出 都可以给大家点cover掉 嗯嗯 对对对 是的 我觉得可以在微微网盘的基础上 再改一下 或者就先拿微微网盘的产品 然后细化一下 然后再把市场产品 然后所有的东西 都给都给补齐一下 问题就差不多了 3D 3D什么意见 建议 最少一个行品是10个产品 对 产品经理 不是那那刚才熊总说的 就是如果咱们 你你这边如果真的是要 小女孩跟你一起来做 其实你们也是缺一个好的产品设计师 就现在是属于技术端 其实都能跑 对 但是这个产品的那个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有没有什么更新意的玩法 或者让人演 这样的这种玩法的话 确实是一个产品设计师来进行 就是引导的 嗯嗯嗯 对是这样子的 微微网盘的那个 那个女孩 她是开发 所以说 哦 她是开发 这个一方面就是你们自己 就是比如爱良和赛 你们自己觉得 产品该做什么样子 你可以去和她配合 我们做Everpay的时候 也没有那个产品 然后产品也是后边 那种共的支持 我其实才遭到的 但是呢 我们自己知道 要的是什么东西 对 对 其实爱良你最清楚要什么东西 所以你写到白皮书 你想要那个产品做什么样子 你得和那个开发说了 然后你得表述给她 然后她做出的样子 能达到你这个目标 对 首先是你得把这个 和开发的这沟通能力 得建立起来 就如果说是 你要她开发之后 然后其实产品体验 还是非常的难用 那其实这个项目 就可能就做不出来 对 那能做出来的话 就在于你怎么能和这些人 去沟通 然后能去把这个东西 感情好 对 这个非常关键 就不管是你和你一样 还是在你们去 去弄这些东西 其实现在没有产品 那就是自己要做产品 没有那个写白皮书 自己写白皮书 就是就啥没有 其实自己少都要干 对 当然我们开发 可能稍微有点优势 就是我本来就可以写代码了 那其实再补点想法 我就随时自己可以动手 现在的话 在没有那个开发的情况下 可能你就要想着怎么和现有的开发 去沟通 然后让它来帮助实现 实现你这个目标 对 那产品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想太想能找到了 基本上是很难找到的 对 只能自己先想着办法做 然后能和能开发去沟通 能学一些那个产品的旧知识 然后然后去探索 对 真的要找到产品 那都是比较中期后期的 对 熊老说的很实在 那那个小女孩是哪人呢 在哪 三迪 知道不 在成都啊 您听到吗 没有在 没在深圳是吧 对 那小女孩是成都的 没有在 哪有小在深圳 对 那你的时候 好的开发 你都都可以 不一定只找一个 像你们这个 可以多找 多找一个来跟你们 因为像熊总说的 包括也得 听一下你的意见 我们可能 在微微网盘的基础上 然后再往上做 所以说就是 现在沟通一下 这样起码产品 demo是有的 然后后边 再找产品 包括补其他的 白皮书 补各个环节 补市场 补公司等等的 嗯 那你跟他熟过 还是说我们直接跟他 也简单聊一下 我这 对啊 你可以 你也可以 在那个群里面的 对吧 嗯 好的好的 后边后边的 我跟他聊一下 反正我们 我们到时候看看 并在微微网盘的基础上 我们可能再做一做 然后也跟他聊一聊 到时候咱们沟通吧 一块一块努力 给这事干成了 干成点牛逼的事情 嗯 嗯 我这没什么 就交给主持人吧 好 那就是下一步的话 找 找这个微网盘的 这个 这个团队来聊一下 嗯 就因为刚刚熊主 不是说 就 大家的产品的形态 方向也其实都没定吗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 拉进来嘛 就一起 一起做嘛 对吧 嗯 好的 嗯 那种简单的白品书 要做 书面的一个东西 然后给他们看 看了之后 聊我感觉 是不是要 要按照这个顺序 好呀好呀 是啊 嗯 那就 就Alan你看看 下一步 下个白品书呗 好的 好的 嗯 行 那 你写了之后 你丢到 他才知道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 那些感兴趣的人 他就来找你了 嗯 好的 好 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的Space就到这里